仙殿至尊惨遭压制 残仙终于亲自现身震杀十号 秦长生为此唤醒五行山林 与残仙展开对峙 书接上回 当十号听到仙殿至尊侮辱十族的话语后 他瞬间动了真怒 边荒一战封王的几大家族 都立下了赫赫战功 结果却遭到了极为不公平的对待 甚至十族还被钉在耻辱庄上 可以说幕后叛法者就有仙殿 跟残仙有绝大的关系 十号直接怒斥到老匹夫 不久前边荒大战 仙殿归缩在后方 现在竟敢提及就是 甚至侮辱我的祖上 你们仙殿完全就是只会窝里横的小人 是三千周的耻辱 突然间天地一阵动荡 仙殿至尊身体俱阵 嘴角溢出一缕鲜血 这让他感到汗毛倒数 因为暗中那两位至尊再次对他出手了 并且这次和以往不同 这是想要直接抹杀他的性命 同一时间 这片天地隆隆作响 秦族深处的五行山已经漂浮了起来 那仿佛是一尊真仙被解开的封印 向着仙殿至尊震杀而下 十分的恐怖 仙殿至尊深之继续硬汗下去 自己恐怕没有任何活路 便选择进入青铜仙殿 夺避两大至尊与五行山的轰杀 下一刻仙殿至尊低语道 无足 以若可行 还请出世 他开始迎送一种古惊 想要沟通仙殿根基之地 唤醒那在沉睡中的残仙 刹内间三千周某一地 鲜光澎湃 锐采万条 有一股仙道气息铺天盖地冲上苍蝇 很多人都能感受到有一个庞然大雾 正在接近秦族 那仿佛是大宇宙出现的意志 从域外降临 横扫六合八荒 举世无敌手 有人疑惑道 不是说残仙将死 根本离不开那沉眠地吗 为何现在还是出事了 不光是他 就连仙殿和圣殿的两位至尊也都恶然 残仙怎会走出那片古地 现在的情况也远远超出了秦长生的预料 万万没想到会引发如此恐怖的后果 先前那位仙殿至尊冷悠悠地说道 你们今日都要死 谁都逃不了 因为他知道哪怕这个地方不止有一位至尊 但在真仙殿前也要被引压 届时谁出手保护十号就灭掉谁 今日将无人再敢抗衡仙殿 片刻之后 八匹强大的天马拉着战车撕裂 虚空降临到了此地 那群天马都是超凡脱俗的神兽 在最为璀璨的仙古年代这种生灵都极少 而后战车中传出一道冷漠的声音 慌还不过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禁打了个冷战 不少强者都跪拜下去 在那里认真行大理 这就是残仙的威势 哪怕不出手 也可以屁逆天下 威慑三千周 在这过程中 仙殿残仙没有继续说话 而是盘坐在战车中 竟待十号过去跪拜 然而十号却丝毫没动 他虽然知道遇到了莫大的危机 但却并未选择屈服 仙殿至尊怒斥道 不知死活 见真仙而不败 这是灭族大罪 此刻没有人再敢继续为十号出头了 面对强大的残仙 就算是两院的至尊 也都消失了踪影 那两人知道此刻现身搭救十号没有意义 甚至可能会将自己的性命都搭进去 唯有退回九天之上才能避过一劫 十号在沉默了片刻后 非常镇定地说道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为何要败 仙殿至尊冷声说道 举世皆知 见到真仙要跪拜 这可是无上高手 也是曾经守土魏国的前嫌 都有着盖世大功绩 你想逆大事而行吗 有大功绩的前嫌早已战死当事 买骨边荒 对于这样一个苟活在世的强者 我有什么理由去尊敬他 我还曾听闻仙谷一战 昆鹏在这一纪元初遭人伏击 想必就是残仙所为吧 而他之所以身受重伤 应该也是被昆鹏所伤 这所谓的残仙 曾定罪有功强者的后裔 当封王者失去后 他便认为自己可以称霸世间了吗 边荒大战时更是不见他身影 如今天下太平 又出来作威作福了 这样的强者不提也罢 苟且偷生的老皮肤罢了 十号一顿呵斥 毫不留情 让所有人听得心惊胆战 仙殿至尊已经被气到发狂 他让十号闭嘴 害怕十号说出更多不计后果的话语 然而战车内的残仙倒是没有动怒 一切情绪都难动他的本心 残仙继续对十号传音说道 不必多说 过来一见 这道声音让十号如遭雷击 感觉自身灵魂仿佛都要炸开了 那正是残仙的威慑 若是再敢扶腻 便要彻底绞杀十号 下一刻秦长生站出身来大喝道 真是欺人太甚 他一拍胸口 那里发光 腾起一片无比刺目的赤霞 不要说其他人 就是仙殿残仙都露出震惊之色 因为那片赤霞中正是仙道之血 弥漫着浓郁的仙气与澎湃的力量 原来当年秦长生与仙谷融为一体后 便孕育出了仙道真血 只是他无法驾驭此血 只能将其藏于体内 如今他想要动用真血 将其撒在五行山上 帮他彻底解开封印 当仙血落在五行山后 这个地方混沌气澎湃 出现了太多的仙天神魔 他们像是在祭奠一个大势的离去 又像是在感恩可以复生 当仙之血彻底被五行山吸收干净后 所有的仙天神魔都消失了 只有一个模糊的生灵盘坐在山顶 并散发出盖世强大的气息 残仙皱着眉头说道 你我之身 些不在凡尘中 倒有何须汤浑水 众人都看出了五行山上的生灵 绝对不简单 让残仙都有些忌惮 否则残仙绝对不会废话 反而会直接出手将其镇压 五行山灵回应道 道有 这个人我要保 残仙则是说道 我知道有你在此 所以没有立刻将其诛杀 但你这般阻拦我是否要给出一个合适的理由 五行山灵继续回应道 我与他自有一番因果 但无法细说 残仙见对方执意要保时号 语气变得越发冷冽起来 道有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这不是我自身的事 还有其他人射击当中 已当真要相组吗 然而五行山灵并不退缩 再次强势回应道 既然如此 看来只能大战一场了